好了我们来看19.5元素可重复的排列 可重复就是说你写了一排进去之后又可以再放1 它的重复是这样子的意思 说现在呢数字可重复使用 由1 2 3这三个数字可组成多少个二位数 两位数字的话就是有两个位置 就是说第一个位置可以填123 然后第二个位置也可以填123重复使用 就是说当你第一个位置写了一 第二个还可以写一 你可以写11 12 13 或者是21 22 23 或者是31 32 33 就是可以重复使用这样子 然后你这样子算出来是有几种 123456789是有九种 如果按照数学你要来填的话 要怎么来做这个符号 它有两个位置 你要填的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两个 然后它的元素有几个 有三个 你要填的那个东西 那个阻结你要放成翅膀 三的二翅膀是等于九种 OK 我们来看第二题啊 若数字可重复使用 由1即2可组成多少个三位数 现在要填的是什么 要填的就是那个三位数的位置 然后有几个数字来填 由1跟2有没有 由1跟2的话 你来排的话你来算的话 你就会算到有八种 按照我们刚才的那个原理 就是你要填的是多少 就是翅膀 你要填的是三位数 所以三翅膀 然后几个数字给它填两个 2的三翅膀是八种 OK 好我们来看第三题啊 若数字可重复使用 由01234这五个数字 可组成多少个三位数 本来讲三位数就是可以多少的三翅膀 问题是这个0 0我们要特别考虑 0是不能够放在第一位的 还记得吗 这样子的话 0有几个数字给它填 是不是有四个 0可以用四个数字来填 所以是剩下两个位置 这两个位置就长了两翅膀 然后有五个数字可以放 所以是五的二翅膀 四乘五的二翅膀 所以有100个三位数 可以组成100个三位数 可以吗 就是你要填的那个组结 就是放成翅膀就对了 然后你看啊 将三粒球投入六个男子 有多少种投法 你要投的是什么 投的是那个球有没有 所以那个球是三粒是组结 球是三翅膀 然后六个男子 六的三翅膀是216种 所以你要找出来 找出你要填的东西是 以什么为主 某公司的办公室 是使用四个英文字母 ABCGD中的其中两个字母 所以你要填的是两个字母 两个字母的话 所以它的翅膀应该是2对不对 若个别字母可重复使用 可组成多少个不同的代号 两个字母就是2 然后有几个给它填是有四个ABCD 所以四的二翅膀是找到16个 所以你要捉紧 你要填的那一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来的 甲地 既乙地之间有八条路紧 先由甲地到乙地 再由乙地返回甲地 问有多少种不同的走法 甲地到乙地 乙地再也 甲地是不是有两种 然后还有八条路 进给它走 所以八的二次方是64种 OK 我们来看第七厅啊 一场足球赛有三种战绩 就是它的结果会有甲对胜 乙对胜或者合球 就是打成平手的意思 问八场足球赛会产生多少种不同的战绩 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 是这个八场足球赛 所以它翅膀应该是八 然后它的元素是不是有三个情况 甲胜是一个乙胜是一个 合球是一个 所以三的八翅膀得到6561 所以你要抓住 你要填的那个阻结是什么 那个阻结就来放它的翅膀 来第八题 用三四五七 这四个数字组成四位数 所以你要组成的是什么 是四位数对不对 应该要有四次方对不对 然后其千位数 即百位数必须相同 这题有一点不同的地方是 千位数跟百位数要相同 可组成多少个不同的四位数 按照我们刚才讲的原理 就是四的四次方 可是相同的我们上一场结果 过了相同的是不是要把它除掉 四的四次方再除四是得到256 或者你另外一个想法 因为千位数据百位数相同 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 就是变成有三位来看 四的三次方也是一样 两百五十六个一样的答案 OK 来我们看第九题 由零一二三四五 这六个数字可组成多少个数字 可重复的六位奇数 奇数我们有什么位置来决定 是不是有个位数的这个位置来决定 一三五 然后零你要注意零不该放在所位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之前写过 三个元素要放一个位置是3P1 3P1也就是三一样的原理来的 就是说这个位置有三个数字 你可以选择来放 然后前面这一个 它本来有六个的零到 一二三四五是有六个 可是零不该放这边 是剩下五个 然后现在这边有几个位置要填 是不是有四个 四个位置要填 它要填的那一个就是要放翅房 然后你要解决的那一个问题 它是四码四个所以四次房 有几个元素可以放 是有六个 所以六的四次房 算出来之这个1940个 OK 好了我们来看第十题 某国家的电话号码 从七位数提升至八位数 但规定号码的第一个数字 不能是零或一 问号码提升后 会增加多少个电话号码 我们要找出它原先 七位数号码有几个 现在呢 它是七位数的话 它前面第一个的话呢 是不能够放零跟一 本来是总共有 零到一的话 是有十个数字可以放 可是扣掉这两个 所以是剩下八个 然后它是七位数的话 你已经考虑完第一个位置 还有几个位置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 本来有七个的嘛 考虑完第一个是剩下六个位置 你六个位置要填 有十个号码给你填 然后零到九 其实是十个数字来的 所以是十的六次房 你要填的次房是有六个 你要解决的问题 你能够放的是有十个 十个来放这六个位置 OK算出来是这样多 三个零六个零 然后你提升八位数号码后 就是你提升了 你的这个位置增加多一个了 所以你这个翅膀是增加多一个 本来六次房变成七次房 算出来的话 后面是有七个零 然后它问你增加了多少 你是拿 你后来算出来的这个 减掉之前的 所以是增加了这样多 OK同学 这是今天的功课啊 练习十九点五的 第四第五第六第八题啊 你要着重那个要点啊 看翅膀是多少个 然后元素是多少个 就这样 谢谢再见 加油拜拜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